有沒有要一直拍張正 喔 你認為我拍書籍的時候有沒有張正 對啊 每一部都有啊 對不對 只有千禧沒有 千禧沒有 千禧剛開始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還不認識張正 對不對 對 後來他在拍吳清源之後 我感覺他太棒了 後來就找他 從此他就變成我們的一份子 我們這個家族的一份子 所以有什麼片子我都會找他 基本上是這樣 那現在拍完這個片子 可能有些家族會增加 但是要拍很多片真的很累 我是看了 因為去日本一趟 感覺那個 因為見到一清瑤 哇他現在非常特別 那個樣子非常特別 成熟非常特別 碰到這個片子的演員 原來就是那個 呼納西林 長大了好像那個 那個澳大利赫本喔 真的很棒喔 所以我感覺 欸我就開始心又動了 感覺可以 擴大再拍一些片子 所以有動念下一部電影的 我是有這些演員 我就會想 基本上是這樣 就像有書籍有張正他們一樣 沒有 主要因為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跟侯島工作的一個狀態 一個狀態 因為其實侯島會準備很多資料 給演員去準備 那其實演員要做的功課其實很多 那有一些是文字上面的閱讀 然後有一些是影像上面的閱讀 那我覺得跟侯島一起工作 因為我們第一次是拍《最好的時光》 那個時候時間比較趕 所以時間很有限 然後也是第一次一起工作 所以我自己覺得壓力比較大 那這一次念影娘我覺得 侯島也認識我 我時間比較長 然後我也跟侯島一起工作過 然後我覺得有比較多可以發揮的地方 那因為我自己一直都是侯島的粉絲 因為侯島的《咖啡時光》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電影 然後對我的二十歲的年代 那部電影對我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電影 那剛剛有提到有《一清遙》 有譬如說《千夜中心》 那我覺得侯島對演員的調整 跟他的電影都是非常有味道 非常到位 那可以跟侯島工作是非常有意願 只要侯島一聲令下 我覺得隨時隨地我都會到這樣 OK